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华语新闻现场 我们有时事评论员林有权 我们及时点评今天的 6周选举的提名形式 有权你好 你好 是 有权你好 那你怎么看今天的这个提名形式 根据你的观察有什么 应该是特别我们要关注的这个亮点吗 其实这个提名形式 我觉得在提名日 通常在以晚的 比如说是全国大选的时候 我们会看的一些是可能 选情比较激烈的 我们通往是看是否 各阵也有派出他们的大将 来打这些个选战 但是相对于第15号 借着全国大选而言 我觉得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是 这一次他似乎没有 非常多的那种所谓的大将的 强强对决 也没有那些所谓的 非常重量级的领袖 去到一些非常不同的区 去领军来去开疆拓赌 来去赢下这些选区 当然这样子一个局势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毕竟这个是属于一个州选 是属于州选 尤其在这个西门方面 其实西门在以往的几届的选战 往往要用大将 这样子一种气势来打下 这个选战 而这一次因为他们许多大将 目前都已经在中央政府 成为他们的执政党议员 所以他们也有这个传统 并不会有国州监工 这样子一个局势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 缺少了这样子一个优势 反光国门方面 其实国门本身 他们本来就没有太多一个大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即使在第15阶选举 他们有许多不是大将的人 也把这个西门 以及这个团队政府的这个大将所打败 所以对他们来说影响可能不是很大 第二点观察是在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提名日 比起第15届全国大选来说 第15届大选非常出名的一点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多 多角混战的一次选战 这一次多数是一对一的这样子一种选举 一对一的选举我觉得它可能会出现一种效应 是在于它缺乏了一种可能会出现选民到底 如果我们是反对某一个阵营 我们要选对面的两个阵营当中的哪一个 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到底你要如何去弃保 有时候弃保失效的话 就会出现可能分散选票一种情况 目前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相比于第15届全国大选 第15届全国大选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保守选民反对行动党 或者反对西蒙那一派的选民 他们有两个选择 就是国盟或者是国阵 目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可能就不会再有这种 可能分裂的一种情况 可能会结局在于他们所支持这样阵营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选战 我觉得它就看起来候选人数少 但是它的激烈程度肯定不会少 因为两边都是诸死战 都是要把对方给打倒 都是要获取更多这种支持 我觉得这一次的周选还是很有看图 看起来的 我觉得这一次对方的重心 就会发现需要 You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